第一次查詢就是你一次性全部可以做完 包含就是說呢 我們剛剛篩選地址是只能篩選某一個名稱的 當然你如果說有關鍵字可以打上去 可是如果我今天希望針對這個清單裡面的這些 12個全部幫我全部查完 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個文山區 查完全部放過去 那總共會有12個區 那以前你可能要查12次 現在你希望怎麼樣 按個按鈕自動全部查完的話 那你這時候可以產生一個所謂的批字查詢 底線區啦 那它後面還有什麼 底線交易標的 其實就清單裡面這個 還有每頻單價 不過每頻單價因為它是數字 所以我是用between 哪一個 比如說0到50 50到60 不過因為每頻單價 這些單價 那自動產生一個結果 那我這邊demo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預設當然 應該是第一個你可能要先學會什麼叫批字刪除 那所謂的批字刪除 其實剛剛有提過啦 其實就跑一個什麼 跑一個回圈就可以了 有沒有底下這個 其實你可以 第一個當然 如果要產生 我先demo給各位看 批字刪除就是 先幫我把底下這些全部刪光光 那怎麼刪呢 有沒有發現 底下這些全部不見了 但是留下兩個 你那個兩個不能刪 就是那個原來的資料 跟那個清單 這兩個一定要留下來的 那可是以往你可能必須選取 然後再把它刪除 可是如果你希望做批字刪除的話 基本上我前面講過了 你可能需要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 插入一個程序 批字刪除 你看沒問題啦 第二個呢 跑一個回圈嘛 那回圈是從最後一個 到第三個 第二個就第一個跟第二個留下來 所以特別是 所以你的寫法一定是for i 等於share.com share.com指的是所有有幾個 因為剛剛我們只有12個 12區在家原來 所以是四個嘛 四個到第三個 ok 特別注意哦 share.com到第三個 這個是我要刪的範圍 然後呢 記得後面加一個step-1 所謂的step-1是後面刪回來的 這個很重要 因為刪除我建議是用後面刪回來 這樣比較不用去管什麼 那個刪完之後 那個位置又跑掉的問題 那再來就做一件事 share.com i.delete就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點delete它就會幫你把 d 可能後面假設我們原來 假設有14 這邊有12個嘛 它就是先從 這邊有12再加 這個第一個第二個 它就一個一個刪 三個這一個 反正往前 再繼續刪 以此類推 那刪的方法就是 share.com i 14 先把14刪掉 再來換下一個 下一個的話呢 因為step-1 所以會變成13 就把13刪了 12 11 它不會影響 可是呢 它會跳出警告 所以特別注意 那個警告 我們前面有講過啦 有沒有 所以你不 尤其P是刪除啦 如果12個你就按 是否刪除 你要按12下才結束 那很麻煩 所以你記得 這邊叫一個application 點什麼呢 dispress alone 這個可能也不用背啦 但是多做幾次 大概就記得了 等於false嘛 然後最後的話記得怎麼樣 這個是跳出那個警告訊息 要把它關掉 否則它會一直跳 你可能會瘋掉 因為如果你工作表數量多的話 你要一直按一直按 因為之前有同學 忘了寫這個 然後它就一直按一直按 而且它要跑好多個 OK那沒辦法 你還是要一直按 它一直會跳 跑直到回圈跑完為止 如果你加了這個 它就不會跳了 好這個地方 乾脆把這個刪除 P4刪除移到上面來好了 OK 那因為呢 底下的那個 包含就是P4刪除 P4刪除區 那個查詢之前 一定都會先刪除舊的 所以呢 我就用什麼call 反正每個開頭都是call call哪一個 P4刪除就好了 反正一剛開始查之前 一定反正都會先刪掉舊的嘛 所以先放在上面 那後面的話呢 當然再來就是考慮到 如何做什麼 P4查詢區 按下它 全部跑出來了 按下它 全部跑出來了 按下它 全部跑出來 有沒有 你可以的 一目瞭然的 去看一下 哪些地方 有沒有 最便宜 這個跟你去逛那個什麼呢 逛露天啊 或者逛那些網路賣場一樣嘛 你一定會先把它排序一下嘛 看便宜的先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去塞 是不是你要的東西 你要的地段 或者是評價等等 這個道理也是一樣啊 可是問題 如果你是從開放資料 或者是人家就給你一個 raw data 原始資料的話 那你不懂得去 怎麼講 把它變成 可以使用的一個工具的話 那基本上它是沒有作用的 那如果說你可以快速的把一個 這個有點像掏金啦 所以人家 誰講過啊 歐巴馬還是誰 說其實石油啊 說大數據其實就是未來的那個 就是類似石油 那石油你開展出來啊 它你不可能說直接把石油倒進汽車裡面吧 汽車一定不能動嘛 那你不要想提煉它嘛 其實這個道理也差不多啦 大數據這麼多數據 尤其未來數據 只要那個數據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就這個東西啊 就會越來越受歡迎 為什麼你沒有一些提煉分析的一些自動化方法 人是無法去用圖法鏈的方法去整理那些資料 所以大數據的概念裡面 什麼叫大 有個概念 就是不能用人工去處理的資料 其實就是所謂的大數據 那能夠大到多少 那當然其實我發現 現在基本上你工作上面的資料 已經慢慢變成所謂的大數據 因為你不可能用人工去處理那些事情 如果你還用人工來處理的話 可能也不是什麼一立一休的問題了 應該是老闆希望你永遠休假 你就回去吧 等你學完之後再回來處理 因為老闆是希望你們快速的看到東西 對不對 他需要一個是最後的final東西 而且是在你最短的時間裡面 把該看到告訴我 比如說你是房仲業好 老闆一定是想說 請你告訴我 Tachen台北市 最近哪些成交金額最低 在哪個地方 OK 那低到什麼程度 那請你把歷年來的資料幫我做分析 到底他的成交金額到底衰退多少 請你畫個表給我看 那你資料從哪邊來 有啦 實價登錄裡面有你要的東西 RAW DATA 但是要到final的東西 對不對 你有辦法一鍵完成 可以啦 VBA絕對辦得到 OK 所以這地方的話 當然可能就是按部就班 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如何去開採這些有用的 就是等於是石油 這些其實也是未來大家搶工的一塊 OK 那沒別的訣竅啦 就是你要比別人 對這個東西 對這些工具更熟練 因為這些東西很多其實是客製化的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說叫工程師 你寫一個固定的 這怎麼固定啊 有些東西 而且如果你的RAW DATA來源又改了 其實這常常在改 因為像開放資料 我前一陣子有 突然它又不見了 對那你怎麼辦 或者說它要改版 像之前抓那個外匯之類 像台銀的外匯 大家最喜歡抓 可是它的版型又改了怎麼辦 沒關係啊 反正你改我也改 對我可以馬上改 沒什麼差別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 先稍微了解一下 剛剛的清單一定要先做出來 因為我前面兩個沒做 後面我是自己抓一個Range OK就兩個欄位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會來看這三個 如何是針對清單裡面的 一二三去做一個批次的一個查詢 那做批次查詢之前 請各位要注意一下 就是所謂的批次刪除 批次刪除的話 其實各位可以查看一下 其實就在時下登錄那個程式碼裡面也有 或者是你找那個我們問題領悟裡面 有把這一段先移到上面來好了 程式碼 所以等一下我們按部就班再來看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邊其實就是給各位一個概念 反正大數據的整理資料方法 因為沒有辦法包三包還全部都包 但是我可以給各位一個觀念 就是至少反正我們將來就是要做這些自動化 那你在未來也許可以再配合像樞紐分析 樞紐分析表 因為樞紐分析表 其實你需要做一個前製作業 產生它可以幫你分析的資料 它才有辦法幫你產生你好的這個樞紐分析 不然的話呢 沒辦法 那前製作業誰要做呢 其實最好的方法就是寫點程式 用VBA也好 或者如果你像現在還蠻夯的 好像那個什麼 像Python其實也蠻夯的 那也OK啦 反正你高興用哪一種語言都OK 你用R也很夯嘛對不對 那其實為什麼我會用VBA 最主要是反正我們就同一家公司的嘛 Excel 因為現在最多人使用的資料類型就是Excel嘛 那你如果別家公司的你要來存取Excel 其實當然會有一些很多的問題發生 沒辦法像Excel VBA這麼的流暢 因為自己家的東西嘛 自己開啊沒有問題 OK 那另外的話程式的撰寫 我覺得VBA其實的友善程度其實也蠻高的 為什麼因為其實說真的也不難寫 而且它的相關的物件資源其實也蠻高的 那還有什麼 其實出如此類 然後這個東西出來也差不多20年了 所以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啦 不過當然有些後期資秀當然也各有優缺點啦 不過呢這些東西都是所謂的工具 對我來說其實反正就像什麼黑貓白貓嘛 反正會抓老鼠都是好貓啦對不對 其實他們的角色其實很多地方都是一樣的 對只是說當然有部分是有它的優點 不過以各位目前的階段來看 其實你用哪一個其實最後做出來 我想你目前的階段應該都大概只能學到基本的那些東西 那至於說哪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對你來說還是有點遙遠啦 反正我是建議你可以先把其中一個學好 如果說你還有時間的話 其實不妨還是可以去了解一下其他的東西 那對我來說我是覺得好像反正都可以達到我要的結果嘛 那我當然就挑一個對我來說最簡便的方法 那就是Excel VBA 為什麼開起來就可以馬上寫 寫的馬上可以用 而且你給人家 人家也不會挑剔你 為什麼 因為Excel裡面嘛 哪一台電腦沒有裝Excel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用別的工具的話 你是要先把那個工具安裝好 並且設定好 那如果你要給別人 別人可能還會挑剔你 他說我電腦裡面沒有這東西怎麼辦 對不對 那就是一個大麻煩 那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的部分先完成 待會再來看有關那個批示查詢的部分